欢迎光临保岛新顾乡 我是Amo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上节目的来宾 其实是维持在遥远的地方在观看着他 我就觉得这一家出版社 感觉上他们对于发掘新人这件事情 真是非常厉害 而且总编辑朱亚军已经投身出版业有30年了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是他编辑之眼 怎么样去挖掘新人 我们就想要说透过今天节目 好好的来跟这个朱亚军总编辑来讨教一下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朱亚军总编辑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朱亚军 对啊 我想大家比较常就是在文字上的媒体 看见那个朱总编辑的一些文字 那我想用一个比较特别一点方法来介绍总编辑 如果说今天就以朱亚军为名来开一份书单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书单里面会有哪些书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说 这些书是朱亚军的组成成分 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些很棒的书 你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的 其实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也很久 然后从我自己的出版或文字的启蒙 我觉得算文字的启蒙 应该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的导师 我导师叫黄世雄 一辈子记得他 他会在早上那个一二节跟三四节课 中间不是有个空档 20分钟 时间比较长 那大部分小朋友就去玩 打球或干嘛 我老师每个那个中间的时间 中堂时间都会帮我们讲一首堂诗 然后他会叫我们 你背起来最好 如果你背起来明天来背给老师听 你会得到一个贴纸 或一个小糖果 那如果你没有背起来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当然有些同学没有兴趣 就跑去玩了 但有兴趣的同学就坐下来听他讲 他就用每天的20分钟 帮我们讲一首诗 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 就背了非常多唐诗诵词 然后像琵琶行啊 长恨歌 我现在长恨歌我现在还能背 就当时当然不了解很多意义 但是你慢慢慢慢长大了 很多在人生的一些场景中 某些句子会跳出来 对 那个很神妙的感觉 那如果要我开书单 因为我做这个行业 所以我要真的讲几本书 真的还超级难 可是我可以讲几本 是我从大概20岁左右 20多岁就开始就看 然后每隔五六年就会重看一遍 那一个当然是马奎斯的《百年孤集》 对 这其实我觉得他开拓了我对文学的想象 然后他的创意 然后你会觉得天哪 居然可以 因为他是魔幻写实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他里面那种 你看到那个里面儿子死了 雪流下来 那个雪爬过 滴到地上 然后爬过小巷 爬过河流 爬过桥 然后爬到妈妈的房子前 然后爬过阶梯 爬过客厅 爬到厨房 然后到妈妈的脚下 你要想说这个东西 你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讲出感受到 但是他用文字 他用文字的力量 带你看到一个儿子死了 也要爬到母亲面前 那当然马奎斯这里面只是其中一小 他那么厚一本书 只是其中一小页的一小部分 但是这本书真的影响我很深 他开拓了我很大的眼界 那另外一本书也是在二十多岁看的 他是坎博的神话 那是美国神话学大师写的神话 这本书你不要觉得说 神话学大师写的很生硬 其实一点也不生硬 他非常好看 他其实在 他是一本算是一本智慧之书吧 他告诉你你内在的 是一个带领你走进内在的一个旅程 让你认识你自己 怎么拓展你的生命视野 怎么样找到人生突破之路 然后强化自己的内在世界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精彩 我现在讲的书都是 现在还有卖的 不是绝版的 就是历经这么多年 他还在卖 那还有一本超级重要的书 我觉得是弗洛姆 弗洛姆是那个德国的心理学大师 弗洛姆的爱的艺术 那这本书刚刚坎博的神话 是往自己内在去寻找 那弗洛姆的这一本爱的艺术 则是去看爱是什么东西 他说爱是人类存在的一切问题与解答 就是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你的困境或者你要突破 其实都必须透过爱这个字 那爱是什么呢 他用一本书来告诉你 他说人生命中从来没有这么最强 而最有力的挣扎 就是我们在爱的理念 这个爱的理念包括对父母的爱 对兄弟的爱 对情人的爱 那还有对自己的爱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精彩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 我刚刚讲神话学大师 心理学大师好像很生硬 真的没有 这本书太好看了 就是每隔几年 我就会把它重新再看一遍 然后有时候觉得痛苦了 困顿了 找不到出口的时候 他总是有几个句子给了你答案 是是 不过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的 经典 似乎都是在自己启蒙时期的 那几本大著作 是啊 对就是你 其实以前有一个 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大师 有说过 他说其实人 我们在23岁以前 人大概就定型了 后面只不过是不断在重复 你生命的历程 你所有的性格上面的弱点 或你会碰撞墙的事情 其实都是重复的 那我们小时候 二十几岁那时候看的书 大概是最打到你心里 然后也 后面当然你还会遇到很多好的精彩的作品 但是都不如最早的这些 你性格刚成型那个时候 你所看的书 对你的影响 它好像是已经揉进你的那个性格里面了 对 或者它也塑造了你的性格的一部分 对 所以它就支撑着你在那 所以你每次 那个有点像回家的历程 就是你出去闯啊 撞啊 碰撞 然后你感到有问题了 你就要回到那个最原始 滋量你的地方 再找回那些力量 对 重新再回去那个山谷里面练剑 对 那我很好奇 就当初你是怎么样去踏进出版业的 我想你那时候踏进出版业的时候 可能还在一个比较光辉灿烂的时代 对对对 但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因为会的东西也不很多 那文字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 我从小学 我国中的时候 我记得小学开始 小学有那个作文本嘛 就用书法写的作文 然后同学一本写一学期 我一学期要写四本到五本 我们有类似的经历 真的吗 我现在那个本子都还留着 然后就是我怎么画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 同学因为写完就可以去玩了 但我就会 就有那么多废话要想讲 所以从很小就大概就知道 就立定了我对文字的喜好 我也很清楚说 这个就是我唯一 而且最能使的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就很自然的 那我念世新嘛 念编采科 然后就觉得应该是往记者或编辑这边走 那但是我毕业的时候 刚好也解研了嘛 报业也开放了 那报业开放以后就变得 本来记者要求很 要求你那报纸只有三大张 突然变得 变得好像大概是一大落 然后有政治版社会版什么版 那你跑经济新闻 你跑不过经济系的 虽然我是世界新专毕业的 但你跑政治新闻也跑不过政治系的 所以我很快就觉得 记者这条路可能不是我要的 那后来我就转到编辑 然后就一呆呆了超过三十年 对 可是你没有想要自己去当作家吗 因为毕竟编辑 后来看起来你会不会觉得 编辑有点是在帮人作家 对啊 但我觉得编辑这个工作 真的是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在做一个 从无到有的事情 就是你去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然后也许他不那么有自信 他也还没开始写作 但你能够挖掘他那种 他背后你看到他背后的光芒 然后你去把他打磨 然后引导他 然后带他走上这条路 或者是你给他旁边给他一些指导 然后或者是给他一些 你觉得可以歪过来十度 歪过来十五度 那就读者也许就 我们就是读者跟作者之间那个桥梁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然后你看到一个人从无到有 然后看到一个人从 不会写作到可以写作 然后看到一个人从 可能很内向 可能很害羞 但是他有一天走上舞台 他可以对读者侃侃而谈 去讲他的生命历程 或讲他书写笔下的世界 其实你在后面看 我不知道我的个性大概 就是你觉得那种做那个 造王者的心情 其实 人选之人 其实真的很愉快 而且如果自己当作家 我就那一条路嘛 可是我站在幕后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协助好多好多人 然后有不同职业的 不同个性的 然后有不同路数的 然后从教育的 心理立志的 然后或者职人的 或者文学的 我觉得我 我反而 很那个 可能是很宽广的 然后我也觉得 一次一次的挑战 如果我都能跨过去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我个人来说 这是我工作上 非常愉快的事情 对啊 就是透过塑造 这个作 这个作者跟这个作家 然后在背后呼风唤雨 其实还蛮爽 没有在背后呼风唤雨 只是看着他 就影响了世界 对你看着他 真的我以前常常形容 虽然很俗套 但真的就像这样 就是好像自己有一片花园 然后你在花园 撒下不同的种子 那不是每一颗种子 都能够发芽 但总有些发芽了 然后又有了 开出红色的花 又开出黄色的花 然后你看着他们 这样子一朵一朵的绽放 然后你作为一个园丁 然后也许我们不是 走到最前面的那一个 但你看着你的花园 那个心里的满足感 真的 就我现在因为在保评 那我的职称是挂 社长间总编辑 可是我希望有一天 哎呀如果我要挂掉了 或怎么样 别人是用总编辑来称呼我 因为我觉得我热爱总编辑 或者编辑这个工作 可是你那个去看待新人的慧眼 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 或者说你怎么样 你用什么 到底用什么样的标准 去挑选那些新人的 譬如说像林立青 可能因为从她的过往的背景 那好像也很难直接去 因为读出来说 她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对 其实我最早看林立青 真的是在网路上 那时候她刚好 跟网友在吵架吧 在争执 所以很多人就 她本来脸书 她自己说的 她说本来脸书很少人看 就她妈妈会按赞 妹妹会按赞 老板会按赞 同事会按赞 就五六个 后来那天因为看到 别人在写那个工地的八家将 她觉得你们这样讲不对 我要出来说说话 就一说话 没想到网路上就引赞了 对 那刚好我看到 我的另外一个诗人作者 阿布 然后也去按赞 然后也 所以我就过去看看 然后我看看 这个 然后我看别人脸书 有一个习惯 如果我要找作者的时候 我会从第一篇 一直往后追溯 可能看个四五年 六七年的 她所有的贴文 因为一个人的文章 一篇可能很容易 哇写得很美好 或装出来 但是你看她五六年的 你大概就不太 你就会把她的个性 或她所想的 就她不太 她的性格 或她的所关心的事情 就很难逃过你的法眼 就可以看出那个悔机了 对对对 那我就回头去看她的东西 她真的是一个 就是在工地做监工的人 但是历心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她是基督徒 所以她有一个 很悲天敏人 大爱的那种胸怀 这个胸怀不是一两天 培养了出来 那真的是长期的 一个视角跟眼光 那另外一个 这是我后来知道 我觉得其实历清 虽然那时候脸书 因为她是做工的人 她的身边的朋友 可能也是做工的人 并不怎么看 会欣赏到她文字里面的蕴涵 但是那个东西我看到了 那我觉得她的文字 并不是一般人随便乱写的 她有她的底蕴 她有你知道这个人 是看书的人 那后来我才跟她熟了 认识了 我才知道 哇原来小时候她妈妈 在市场里面卖 卖一些小玩意 什么那种中国节啊 什么一些 就在市场里面卖东西 那因为市场很热 她有时候去帮忙 然后有时候她就跑去 大部分的时候天气热 然后她就跑去图书馆 因为图书馆可以免费吹冷气 那她在图书馆把大布头的托尔斯泰的书都看完了 那那些东西在她过去的工作历程中可能永远用不到 她写工程报价表 她跟工人写那些水泥多少钱或什么多少钱 那些那些工单永远用不到 但是那些都成为她生命中的养分 当她去看这些工人的生命历程的时候 她不再是一个工程师的眼光 她可能是一个文学家的眼光 她可能是一个更大更包容的托尔斯泰的眼光 是是是 对啊 不过我每次看到那些职人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恶我的人生输了 又没那么精彩出不了书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是有时候是真的是从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 那我觉得像做工的人这本书红了以后 其实当时现在大家看她觉得很热嘛 因为她改编了电视啊 改编了那个电影 但是其实在当时的时候我做这本书 真的是有点战战兢兢的 因为我想这么冷的 谁要想要知道工地里面的世界 所以手刷我也不敢硬很多 然后我为了让她比较甜蜜一点 就容易让读者所接受 我那时候去找了摄影师小鹿 然后找她我说你帮我拍 当然你要拍照片要有做彩色 你那成本就更高 可是我当时想这么好的一本书 我要怎么样让更多的读者看见 如果在2017年初的时候 坦白说你讲工地没有人要理 可是你如果配上图片 其实图的张力很大 对 就是你有时候你像那个书里面有一张图 有一个老先生 其实也并不很老 中年的男工人 他坐在那个地上吃便当 他手上拿着便当 然后端着便当 你看他那个橡皮筋绕在手上 你看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整个他穿的羽绒衣 那表示天气很冷 他还是得在户外做工 羽绒衣旁边那个脚都磨破了 但是他没有换 他坐在那边 然后橡皮筋缠在手上 是因为他没有桌子 然后你看到他那个两并的双白 然后你看到他脸上的那些纵横的皱纹 你看到他被晒伤的那个有黑的皮肤 你马上那个整个就世界 那个工人世界都立体起来了 你本来以为他们很远 其实他们可能就在你早上上班 那个篱笆的后面 他们就在那里晒着太阳 而你撑着伞走在树下 那经过这些图片 我觉得很快 没想到这样的策略是对的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 这个工地里面不同的世界 那所以历心的输出来以后 其实带起了一波我们说职人书写也好 或者是工地的书写 你知道后来有铁工 木工 水泥工 鱼工 移工 全部都出书了 我觉得超棒的 就是让这一个行各业的人 就觉得每一个行业的人 他们的工作都有他们的尊严跟专业 让每一个各行各业的人都站出来 为我们说说话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以往我们常会习惯透过脸书去偷窥别人人生 然后大家看到这一系列职人书 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有系统比较完整的去看到别人人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对我们的其实感觉会很不一样 而且再来我觉得它其实也许也帮助我们拓展了台湾文学阅读的疆域 是啊 可能有些人本来比较一看文学就推到一边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你会发现其实文学并不是那么不可亲的 其实它就在你身边 像做工人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是 我那时候在脸书上贴书讯 我下面的留言是 哇谢谢你们出这本书 我是一个中学老师 我妈妈以前就是做那个裁缝师的 在工厂里面做裁缝的女工 或者说谢谢你出这本书 然后我的父亲是一个洗车工 现在我已经当了会计师了 我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样态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小 我没有去走 我不是想话 对我们这一代就是现在目前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中壮年 我们的父母亲在那时候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的时候 可能都是做工的人 不管是在工地里面或在洗车厂 然后或在加工厂 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台湾正在一个 经济起飞 经济起飞 很多人都在工厂里面工作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工作的样貌是什么 他们承受了什么 那这本书带我们走回那个世界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 是是是没错 不过我觉得真的觉得那个总编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讲故事的人 听了就非常以人入胜 好不过聊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o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中的来宾是来自保平文化的总编辑朱亚军朱总编辑 那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聊了 他怎么样去看见那个做工的人 看见那个丽清他背后的那些价值 然后而且我必须说有一次跟丽清在一个小摊子里面吃饭的时候 他把在场的一些作家都吓到了 因为大家就问他说 你第二本书的你的手刷是多少本 他说我也没有印太多就印了两万本 然后所有作家就跟他说 你会被所有人怨恨 他那时候还不太了解整个出版界的现况 因为他第一本真的卖非常好 受到太多回响了 那可是有时候我在看 因为像如果我们以唱片公司跟歌手来理解的话 好像很多歌手跟唱片公司感觉是就合作的是比较稳固的 可是我好像在台湾作者跟出版社之间的关系 有些事是固定的 有些好像是这本是在A出版社了 下一本又跑到B出版社了 好像这样状况蛮多的 是不是代表说现在台湾的出版社跟作者的关系不是那么稳定 那如果是不是那么稳定的话 那要怎么样去维系跟这些作家的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唱片公司也是一样 他们也其实做他们的歌手有时候 有时候比如说签个几年约 五年约十年约也是会跑来跑去 那出版作者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当然很希望说可以跟作者有长期的合作 可是我觉得出版这个工作编辑跟作者的关系 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就是在某一条路上你们觉得很合 然后可以一起走下去 我觉得超级棒 那但也有时候你们走一段路以后 觉得并不是那么适合 或者大家有了不同的目标 可能比如说有些作者突然觉得 我不要写这个了 我想去写小说 那我不是认为他不能写小说 而是他写的那个方向可能不是我会做的 那也有时候就大家就会分道扬镳 那我觉得也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会为作者跑去别的出版社 会难过会伤心 会觉得怎么这样 但现在做这么多年了 我会觉得有时候就觉得缘分尽了 那就是我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 大家彼此就祝福 那怎么维系跟作家的关系呢 我不知道其他出版社 但是比如说在宝萍 在我们公司 我觉得我们我对待作家 一直我们公司不是不玩那种 做请做请上座 茶上茶上好茶 不玩这一套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新人作家 跟对一个畅销作家 我会希望我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的条件是一样的 我不会因为你是新人 我就压榨你 删你的板碎或对你不好 等到你畅销了我就来上好茶 然后请上座 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模式 我会希望我们都是好的伙伴 然后在你还是新人的时候 我也尽我的权力在做这本书 那当你是畅销作家的时候 我也是按照我这样的工作方式 去对待你 而不会在那个时候就 惨媚奉承或一定要把你 为了把你留下来 浑身结束的 就是我会希望说 大家都是平等的 那我们对作者是这样 我希望作者看我们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 在这样子平等的路上 才会走得更长 你看去年得了超级多奖的 那个甘耀明嘛 甘耀明去年成为真正的人 拿下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 一直一直什么 一些好书奖就不说了 那金石堂成品 然后Open Book 他后来拿到联合报大奖 那101万 拿到红楼梦奖 红楼梦奖是两岸三地 华人的大奖 他也拿那个也100万奖金 就拿了好 那我跟耀明的合作是在2003年 我们在2002年认识 2003年出版他第一本书 然后每个他写作不多 慢慢的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合作了20年 就用20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慢慢看着一个作者 从一个新人 然后到后来 他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了 我们就加重一点砝码 然后再上去 他又再写出他的代表作 他写到杀鬼的时候 他已经是台湾六年级作家里面 最强的前三名之一了 那这几年下 你就看着就花20年的时间 跟一个作者这样磨磨磨磨 磨到去年 我觉得哇 他真的是大方一彩 那那个不是 不但是他个人的收获 我觉得作为出版社 也是予有荣焉 那我觉得我跟耀明 我们也不是那种很黏腻的关系 我也没有去把他牵死 就每次他说 亚军我又写完了 然后我就说 赶快我们就开始讨论 就保持了一种很好的默契跟互动 然后就在他身后默默的支持他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合作关系 对那感觉很像就是相濡以沫的朋友 对啊对 真的是 我就真的是看着他从 30出头的年轻男孩 这样一路一路这样上来 现在已经是大师级的作家 对 就是陪了一个人走了20年 他终于变成一个大师 我觉得那种爽度是很够的 那跟自己站在风光上台 那感觉很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你会觉得 哇我20年前 我就看到这一个人了 那种心里的成就感 其实是超级大的 对对对没错 不过啊就是因为 现在的台湾文学出版也是 反正每个作家也都在哀叹 出版社好像越来越难了 那你觉得现在 但是因为你看宝萍的 宝萍虽然还是做很多的 跟文学相关的书籍 可是感觉宝萍的书 常常上畅销排行榜 是不是说你觉得说 现在的出版社 他应该有什么新的经营方式 或行销方式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的确是出版越来越难 不管是文学出版 或者是非文学 都有一定难度 因为现在的 大家的专注力的确都被消散了 你会去 以前是网络 你去上网 现在那就算了 然后后来你 现在有很多影音 一再的分散你的注意力 就不要说怪别人不看书了 我自己看书的时间 其实也减少了一些 因为有时候真的看到 很棒的串流影音上面的影视 真的你会觉得 哇他们做到这么强 那这也无可厚非 那但是我觉得 以过去的经验里面 我们在做这些书 我就发现 哇其实一直都有 没被开发到的作者 也一直都有 没被开发到的读者 比如说像历青的书 开发到一批 他可能也很久没看书了 然后因为这个话题 让他想到他的爸爸妈妈 想到他的成长过程 所以他去 办了伯克莱的会员 开始买书 或者走进金石堂 走进成品开始买书 那也像我们做那个 你好我是接体员 大师兄 大师兄是一个殡仪馆 专门去接大体的 他们那个 李医师吗 他不是李医师 他是他的 他们在公务人员的级别里面 其实是最低阶的技工 他们做的工作就是 在殡仪馆里面 没事的时候 殡仪馆那个兵库 他们是看管兵库 然后登记谁进来了 几号几号 然后如果人死在 如果比如说警方发现 这边河边有一具尸体 不管他是自杀他杀 总之如果有家人的 找到他的身份 你就会通知家人 还有最多的是找不到身份的 就你不知道他是谁 那他是一个无名师 那这时候谁来把他带去殡仪馆呢 就是殡仪馆这些接体员 那他们就去 不管是在山上的烧炭的木屋里面 或者是掉在山上树上的某个处 或者是在荒郊野外的一个 被烧焚毁的一个汽车里面 那个人已经焦黑的小黑炭 他们要去把他从车子里面 弄移出来 然后送到殡仪馆去 那像这样的工作 其实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真的不 因为人又碰到死亡这个事情 很有限对不对 就是从家人开始很有限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还是有限人的经验都有限 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 殡仪馆这样的工作 那大师兄写出了这样工作以后 他开拓了一批新的读者 这些读者是 也是好久没看书了 可是呢 大师兄因为讲到生死 我刚刚讲过 我们对死亡的经验都太少 你如果不透过祖父母的死亡 你不知道什么是伤理 你不透过父母的死亡 你不知道什么是心痛 什么是失去 但是在死亡的背后 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把人生命中最痛苦 最难堪 你知道所有的争吵 争惨的 争民愤的 或争宠爱的 在死亡面前全部都会被摊开 死亡也是人生的一次 总清算 算总账 你很恨你的妈妈 你妈妈没有爱你 你到了最后那一刻 你会在殡仪馆里面 嘶吼出来 因为觉得或者你很愧对他 你还没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你会在殡仪馆里面 哭痛哭出来 要跟妈妈说 或跟爸爸说最后一句话 这些生离死别 是每一个人共通的经验 只是我们没有机会重演 我们没有机会重演 就是一人一生都只可能有一几次这样 你没有机会再重演 所以有太多太多遗憾 是借由大师兄 他每天在殡仪馆 他除了接体以外 他在殡仪馆 看着这些丧礼的举行 到火化场 看着人被推进去 看着每一个人 撕身裂肺的 喊一声 爸爸活来了快跑 那种痛或恨 他把这些书写下来 让很多人 可以重新咀嚼一次生死 可以重新说 我当时还有遗憾的 我错过的 因为 如果你自己家人有丧灵 你就知道 那个经验太新了 你来不及去体会跟指认 你只能 李医师叫你说 鞠躬你就鞠躬 推进去就推进去了 你说不对啊 我还有话要说 来不及了 可是借由大师兄的比 让你重新再经历一次这些 如果你还有什么 遗憾或没有说的 或你才想再咀嚼一次的 就透过他的文笔 那大师兄开拓了 另外一群读者 这群读者真的是好多 也是好久没看书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 在做出版的历程中 这个经验太可爱了 就是当我开发一个 新的作者的时候 我如果也能同时 开发一批新的读者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蓝海 那个就是我一直在 打开我的读者群 他不是我原来那群了 以前我们觉得出版 好像是一群文青在支撑 对对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眼光移开 不是文青 不要不是靠这一批文青 而是靠我们生命中 我们生活中旁边的人 我们想办法去打动他 让他们也愿意在毕业后 可能十年二十年 再去把书翻开来 对 我觉得如果可以朝这方面一直走去 我觉得就还是有希望的 是是是是 我真的觉得因为其实就 以出版来说也有不同 不同出版社都可以占据 不同的战斗位置 但我觉得保平文化是 帮我们占据了一个开疆 那个位置 对 所以我也觉得 我自己做出版 我很早就跟自己讲说 我应该说我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 1996年那时候 我做第一本畅销书 是延长寿的总裁师的书 那本书大概卖了六十万本 对 然后后来做 Kijia Inna Kijia Inna是赖东进 然后他后来成为很多小学的读本 那他后来卖了快一百万本 就是当时 我觉得我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有幸我开发了这些畅销书 那这个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他告诉我说 我们不要去迷信任何的数字品牌 或者名家的姓名 我一直可以往陌生的领域去开拓 那而这些陌生领域 都会带给我们新的市场 对 总编辑的眼睛就是一个名牌 不过我在一个报道中 看到那个总编辑说 每天一早上起来就要看 不看来其实棒 你是很像看开盘的那种心情吗 还是 我觉得我自己看那个榜的是 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作嘛 所以每天你还是要了解那个趋势 知道说 今天有哪些书新书上市了 有哪些东西出来了 你要了解那个趋势 倒不是看着那个趋势去做书 而是说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 而且不只是早上起来要看 我每个小时都要刷一遍 我每次有新的作家进来了 然后他也开始看吉思榜了 我就会说欢迎一起进入出版地狱 可是那种吉思榜反映出来的 会不会跟实体书店的销量 其实是有落差 还是他基本上是走势是一样的 落差不会太大 当然还是有一点小区别啦 比如说有些书 因为有吉思榜大概是伯克莱嘛 有些书在伯克莱能卖 然后有些书在成品能卖 会稍稍有一点不同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趋势 然后再一个就是 每一家出版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送正品啊 或者送什么 就是有一些行销的方法 你也可以在吉思榜 因为他刚推出嘛 你也可以去观察说 这个有用或者没有用 对对对 那这个有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这个都可以从吉思榜来看出来 对啊 我就觉得 其实从那个总裁私子心开始 就觉得是不是总编辑对于金融啊 数字啊 其实有某种程度的偏好 所以他对这个数字的趋势是敏感的 没有没有 其实即使做总裁私心那时候 虽然延长送那时候是亚都饭店的总裁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 台湾在那个时候 1996年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金融 不 这些企业主 都是企业主在出书 他在出成功心法 然后他给他的员工看 给 就是给他的股东看 看他怎么成功的 但延长寿写 延长寿是第一个专业经理人 就是他不是企业的拥有者 他只是一个专业经理人 他出来讲他在工作上的心法 而这些心法透过 虽然他讲举例 例子都是在饭店业的 可是其实这些心法也是各行各业都通用的 也可以作为其他你在工作上作为借鉴 那我觉得他打开了另外一条新的路 就是哇原来我们看 看饭店业的总裁写的书 不是为了看怎么经营饭店 而是看怎么在工作上找到更好的方法与技巧 怎么样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是是是 好聊到那么多 我们聊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os 那刚刚我们邀请到那个 就是保瓶文化的朱雅君总编辑 有跟我们聊到很多很多 他在做书的一些心法 那其实接下来这题是真是我自己的 那个自己很想问的一题 就是电子书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电子 我是矛盾的 我必须说 我也喜欢看那种装着很美好的 很漂亮的书 可是你知道就是如果真的看书了 如果看了二三十年的书的话 你家会被书吞没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所以逼得我要去看 使用一些电子书 然后在电子书非常轻薄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 好像这两年的电子书载体 越来越多了 感觉好像大家比较关注 在电子书这一块 那你在想说电子书 有没有可能像当年的数位音乐 跟iPad一样 帮助出版社 进入一个数位的大发声期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都不是网路 我们都不是网路的原生代 就是我们从小还是从接触 纸本书开始的 但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小朋友 你们现在学生 他们是从小学开始 就接触手机 接触电脑 他们很多文字的来源 从小学开始 他就不一定不是从纸本上 而是从小红书 对对对 所以他们对 我觉得他们对 像我们都对纸本书 还一种眷恋 对 但他们以后的年轻人 小孩子再长大 就一代一代替换上来 他们对纸本书的眷恋 不像我们这样了 对 我们还有一种挣扎 就觉得 哇我喜欢要触摸的感觉 有时候那个封面的纸张的感觉 对 我喜欢翻页的感觉 甚至我的一个折痕 我二十年前一个折痕 为什么折这一个脚 我折得这么用力 是什么情绪 折得很轻 是什么 或划线的轻重 但现在对年轻一代 小朋友一代 你说现在二十岁以前的 这些小孩子来说 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 跟书相濡以沫 这样子黏腻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们接受 电子书的那种包容度 也就更大了 而且在慢慢慢慢过去 现在小孩子很多上课 也都是用网路 所以我觉得将来 有一天有可能 电子书会 就是指本书 也许有一天会有点像 黑胶唱片这样子 它变成一种珍藏品 而所有在流通 就像音乐 像流通的全部都到 数位音乐 对对 都到数位去 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 载体的变化 但如果愿意阅读 它不管是阅读文字 或电子书 我自己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对 可是因为当年iPod有一个 我觉得它最成功的一个策略 就是它把每一张专辑 拆成单曲 然后每张单曲 用0.99每分 就是几乎是无痛消费的方式 去诱拐你去做这样的消费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 台湾的电子书 好像跟实体书 老实说有时候实体书 在打折的时候 比我买电子书还便宜 你会觉得 那台湾怎么会卡在这个奇怪的 好它分两个部分 一个你刚刚讲的那个打折 打到那样的时候 这是我蛮反对的 就是其实的确在去年前年 有一场这个折扣战 对对 那我自己并不喜欢这样做 那我觉得 那会把书的市场搞坏了 不是说书有多么神圣 而是我会希望说 作为出版文化人 同时也是生意人 我们要比别的生意人 更守一点规则 就是我不希望把书架 刻意提高的再来打折 或者是在折扣上 用折扣来吸引你 因为书这个商品 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 别的东西不是说 随便一个什么奶 什么某某奶茶 在网路上打六折 那你会因为他 哇这么便宜我就去买 买了以后你一喝 喜欢了 我下次再买一箱 然后下次又买 但是书这个东西不一样 如果你喜欢做工的人 你也只会买一本 顶多再买一本送好朋友 然后再给你买一本送爸爸 你不会买一箱 你不会买一批 不可能 那个机会 这是为乎其为不太可能 那所以你用低价策略去 销售书只会造成书市的混乱 而并不会带来畅销的 就是说回购率会有多少 这个在书的市场是不成立的 对那另外你刚刚讲到音乐的部分 它可以拆成一首一首 但我觉得这个在书上面 是有一点困难的 我们可以书还是 为什么要看书 为什么我们在网路上 也可以得到这么多知识 我们还是要看书 就网路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小片段的美好 你的确可以看到 或得到一部分的知识 可是书还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用 你可以用三千字看到这个 这段话好有趣 但是当它变成八万字十万字的时候 它是一个有系统性的给你 你不只是略懂略懂 你还要更深入 那你如果只想略懂 那可能网路上小篇文章就够了 但如果你要深入 你要去领对这个东西 比如说好了 我刚刚讲那个马奎斯 那个百年孤季 它超级厚 我是不知道它有几十万字 可能二十万字吧 就是你当然把它拆成小块 你也可以看到它 呀 这个文笔怎么这么好 怎么可以这样写 哇那个美女拿着白床单 突然就飞上天去的 这怎么超乎我们人类的想象 但是它可以写得这么生动 但是你只是看到了这个小节 你要跟它走完那二十几万字 你才能进入那个邦迪亚上校的世界 你才能够进入那个 那种百年征战下那种 那中南美洲 然后那个南美洲 那种混乱的世界里面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当时马奎斯要 这用 用这个魔幻写实去写 因为它有太多在那个极权国家里面 不能讲的事情 它必须要用魔幻写实去表达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看短的东西的时候 你只能看它说 哇文字好好 但是你进入不了马克力斯 背后的那个政治经济 或当时动荡的局势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读书的有趣 那这个东西拆开 有些书也许可以 也比如说食谱 比如说我怎么种兰花 跟我怎么种玫瑰花 这种生活类 我觉得可以分 但是如果是要 更深入的进入到 其实就算是种花好了 也是有系统的 对不对 如果你只想解决一时的问题 我可以说买单篇文章看 我怎么把一个枯萎的花救火 可是如果你想好好学 怎么种兰花 你就得认识它的气根 你就得认识它 春夏秋冬 要怎么浇花 怎么剪裁 你还是得一本书 对 那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 其实我常在找一些书 这些书很多是绝版的 绝版到绝的程度 是到可能图书馆也借不到了 然后我就想说 既然它已经没有 在纸本发行的一些条件了 那为什么都不把它放 那个电子书的平台上 那我们还是因为电子书 数位发行的一个好处是 它的发行成本 发行成本就极低了 对对对 没有仓储的成本 对 对 其实大部分我们会这样做 就如果有一些书 它的再版 再版以后再版一千本 可能要卖五年八年才卖得完 那纸张放在仓库 又会有泛黄潮湿的问题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让它绝版 纸本绝版 但你就会到电子书去 但台湾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翻译书 翻译书是有出版年限的 对 比如说你出一个 刚刚随便马奎斯传记 贾伯斯传记 你可能跟国外签五年 那你这五年到齐了以后 或者我们通常就会续约 对 可是在续约的时候 你就会考量说 我已经隔了二十年了 我在续约还有没有效益 一开始的续约 也许我短时间一年内可以卖 还可以卖五千八千本 后来就变成卖一千两千本 然后再下来可能就剩下 各位数或十位数 对 那这时候就你会碍于版权的 哦 因为版权还是要一大笔啊 对对对对 版权是预付嘛 对 你还是要提一大笔钱 那我觉得 这在 尤其是文学书哦 我看很多台湾很多经典 我年轻时候看了好多好多 国外的翻译书啊什么 就几乎都绝版了 那我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小 我们市场太小了 那有时候即使是经典 像 科词 科词有个美国作家 科词屈辱 这如一定可以列入 我生命中十大好书 我觉得那个屈辱写这么好 但他就是绝版了 当然我自己拥有那个 可是我会觉得哇年轻人 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好 会觉得有点可惜 但也也也蛮无奈的 对 对啊我们也希望 就是不知道 就我自己衷心期待 有些绝版书都可以变成电子书 我也希望 我自己 我跟你说 我们自己做出版啊 每次要绝版一本书的时候 都非常痛苦你知道 就我就觉得 这个书这么好 我不能让其他读者看到 如果我能转电子版 是最电子版最好 但有些时候实在是碍于版权 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 他心里都会很难过 对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除了电子书之外 现在有很多的 所谓的IP产业的新奇 就看到很多 尤其是在 我自己在看韩国或看中国 有很多已经跟文学作品 跟出版结合得很深的 但是好像 我有问过一些朋友 他们说在台湾呢 跟作品跟影视化的 每个人都是特例 它其实不是一个 那么有系统化的一个过程 或已经形成一个生态 或产业链了 是吗 那你是怎么样觉得说 怎么样看待这个台湾出版 跟影视的合作状况 然后 是不是有机会跟影视业 在做更系统化的结合呢 对 影视的部分 我们这几年 其实表平算 我们走得还蛮快的 就从做工的人 他有戏剧 然后上来HBO 然后去年有电影 然后接体 你好我是接体员 然后有去年是那个 舞台剧全台巡演 大爆满 现在电影正在拍 然后就电影也快 应该看希望年底能够拍完 也正在拍摄 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可是回过头来说 还是会遇到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市场 小了一点 当然他没有办法去养 这么多的大众 就比如说我们也做过 像陆剧那个坏小孩 紫金城的作品 他在大陆卖得非常好 然后在他那个隐蔽的角落 在那个豆瓣 好像9.5 9.6的高分 那你可以看大陆那样的产业 他们可以养 他们可以培养出那么多的写作者 然后可以培养出非常好的编剧 不是一个编剧 而且一个编剧团队 然后能够有很做很好的甜调 然后一大堆 他们可以做这么好 把那个产业这么健全 可以拉到这么高 是因为他们的观众群非常大 他们不要先不要说国际化 他们光国内的这些观众 就已经足够支撑这个产业 那台湾困在于说 我们的本土的 我们的民众就是2300万人 我们的人数就是比较少 所以这个产业 当即使我们有很好的作品 会因为这个产业培养不出 一个专业的 有很好的编剧 但是没有办法 其实很多编剧也是苦哈哈 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 用这一个工作 专业的编剧 就不会有 如果有接不完的案子 有很大的市场 他们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 那自然会有人 不断投入这个工作 但台湾一直困在 这个市场太小 这个部分就建立不起来 所以变成说 每一个都是个案 比如说做工的人 是一个个案 推出去了真的不错 那我希望接体员 也可以有不错的成绩 那之后如果有机会 当然我们都会尽量去尝试 可以把我们手边有好的 都能够跟影视去做结合 那也因为这两三年的合作 我们也认识一些导演 或制作公司 也希望可以尽量 把他能够往前推 是是是 我们也很期待 因为其实台湾是只有两千 两千多万 可是现在全世界看中文的人 好像越来越多了 是是是 对 我都不知道我梦想中的大华文 市场什么时候会出现 对啊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机会 但我觉得 就是我们自己在看待 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们自己还是要更战战兢兢一点 因为当然机会变大了 同样的竞争也变强了 因为你同时打开 那个Netflix 以前你可能你的竞争对象 只是你国内的国片 但是你打开 你可以看到韩国拍到这样 美国拍到这样 法国甚至连泰国都进步很多 泰国的片子拍太好了 你会觉得你的竞争也变多了 你所用的镜头的语言 或者你要抓那个人性 不只是台湾人有共鸣 你还得跟世界一起共鸣 那个挑战也变大了 但是我觉得有挑战总是好的 可以推动我们往前走 是是是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邀请到这个朱亚军总编辑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交了我们那么多 看到那么多出版的 这些相关的这些知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能跟更多这样的 像朱亚军总编辑这样的朋友 多聊聊 让我们多了解一下台湾的出版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让台湾的出版变得更好 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 朱亚军总编辑了 谢谢 谢谢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